禅修者的日常责任,正知 内观修行有四项必须要素 1. 精勤 精进努力 2. 正知 以正见来 了知 3. 觉知 具有正念 4. 正定 一心不乱的专注 内观修行,真实禅修的工作,是以这四项必须要素为基础 这里,正定并未在大念注经里直接叙述,但根据注释和复注,正定涵盖于觉知一词 正知的意义 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正知这个字,亦可做 了知和正知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正知的真实意义 三达计计的真实意义 这个字是由三个音节 三 怕 jana 组合而成 三 正确 完全 有本身 怕 以不同方法,以不同方法和手段,特定的 毫不动摇 毫不动摇的 了知是正知的特性 那就像是在森林深处迷路的旅人,新找到正确路图的 了知 二 决定作用正知 这是实践已确定要做的事的作用 三 考察现起 出现在禅修者心理的考察本质 不同种类的正知 有四种不同的正知 一 有意正知 了知什么是有意和什么是无意的 二 是一正知 了知适当的时机及有意的境况 三 行处正知 实时观察 思维禅修对象 所缘 不论何种姿势或正在做什么 四 无吃正知 对身体内在的物质与心理现象有清晰 不动摇的 了知 以及有透彻的生命观和世界观 四种正知 四种正知中的第一种 对处理世间与初世间事物都有益处 它不是指 奢摩它 也不是内观 但对禅修 饶有注意 然而 在清静道论里 前两种正知叫做护持智慧 也就是应常注于心的智慧 对禅修者最重要的是第三种正知 行处正知 它亦指禅修者除睡眠以外 应实时思为观察禅修对象 所缘 若禅修者智力使行处正知不断生起 则无需刻意令无吃正知生起 因为它会自然生起 无吃正知的生起 关于正知这个词 只有在比如后退和前进等的状态 才能叫做正知部分 然而 正知因随时随地生起 有观无吃正知的生起 著史书里有详细描述 重要事实如下 人的身体有如牛车 车子本身无法单独前行 必须由牛拉动 但光有车和牛也不行 只有用玩具把车子套上牛 并有赶牛车的人指挥 车子才能移动 这里最重要的是赶牛车的人 它好比是心 牛好比是风 动元素 风大 另外三种元素由心造成 此四种元素中 行走之时 火 热能元素和风 动元素是主导因素 而地元素及水元素只是从属因素 当躺卧 坐货站立之时 的和风是主导因素 其余两者未从属因素 所有这些注释都在大念主经 清静导论和分别论的注释书里提及 禅修者要评估自身在禅修中的状况 必须对他们有所了解 持续不断地禅修 对行处正知 无痴正知下功夫 便能愈加深入体会自然发生的现象 若能回答以下问题 便可说是成就了无痴正知 1. 谁正前往 正在前往的人是谁 有创造者吗 2. 前往 是谁的行动 有创造前往的创造者吗 3. 人为何前往 前往的 行动为何升起 前往 的行动 的起因是什么 这些仅是针对前往的基本问题 对于每种状况 都能升起同样的问题 而依状况了解答案 从文字的角度 这些问题和答案都很长篇大论 但在实修的领域里 却能于一周内加以 了之 因他们属于基本练习 学习他们非常受用 再从文字的角度加以说明 他们是明色分别致和原色受致 把握因缘致 亦叫做知辨知 以及思维致 即生灭随观致 也叫做度辨知 在禅修者的知见里 他们确实是非常清晰 佛陀第一阶段的教导 测知精神 心与物质 物等分别 是非常清晰的 就像 就像 了之一串透明的玛瑙珠子 分辨什么是绳子和什么是玛瑙珠子 禅修者对因果的知见有透彻的了解 例如 显而易见 想要前往 因 创造前往的行动 果 原色受 把握因缘 为了要获得证见 应持续不断建立并增长形处正知 为使正知快速升起 禅修者要遵行一套要领 叫做前往与回反的持续练习 这套持续练习的要领已流传上千年 从佛陀的时候一直到斯里兰卡时代 在此期间 比丘遵行及时修禅修者的日常责任或持续练习的要领 并从修行中成就 著史书里对这些事件有详细描述 让我举个小例子 当比丘前往村庄脱波且时 以及返回住处时 在路途上每一步都要持续不断地练习正念禅修 若他们在十步之间粗心大意或漫不经心 失去正念 便要后退到约十步 并从那里重新开始禅修 提起正念 比丘如此有规律的练习 即使在年轻时候 也能达到胜者阶段的顶峰 尽管这个教导只是用在脱波起时路上的练习 却应该在每一刻练习 过去诸佛修习的古法道路 比丘更大 关西法 比起其他禅修方法 更需要正念和正知 因此 佛陀说 比丘们 我不将关西法传给粗心大意与漫不经心 缺乏正知的人 愿你们都能发展正知 并在禅修上顺利及快速成就 为什么是感受 什么是感受 法 根除痛苦且给予快乐 是谁给予这种快乐 不是佛陀 而是法 了知身体内的无常 带来快乐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禅修 并且持续地觉知无常 我还记得自己初次去见乌巴庆老师的情况 当时 我对自己的信仰有着极大的执着 对佛陀的教导则怀有一律不安 老师知道我是当地印度教社团的领袖 他问我 你们印度教徒会反对借 道德的生活 定 掌握自信 和会 净化新的智慧吗 我怎么可能反对 怎么可能有任何人反对 他接着说 这个 就是 佛陀所教导的 我只对此感兴趣 我所要教你的也只有这个 乌巴庆老师对法的诠释是全世界通用的 也是非宗派的 他毫不在意我是印度教徒 我的第一次内观课程让我接触到佛陀的教导 也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的教导和呼逻辑 实际可行 切实有效 普遍通用 且非宗 非派 有如此铁般吸住了我 教导中 没有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 关于烦恼染无的根除 与新的净化 我一直有所听闻 且津津乐道 当我开始观察感受时 起初我有片刻的怀疑 这能怎么帮助我 但不久我就体会到 藉由观察感受 我直取烦恼染无的根源 我实际上正向着完全解脱的目标前进 老师教我的 不仅是培养信仰或满足执性 虽然两者皆很重要 他教我在体验的层面上认识真理的方法 如果有人想用执性的讨论 逻辑或辩论来说服我 我接受佛陀的教导 我是不会信服的 因为我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满意 但透过身体感受而体验真理 不仅让我信服 而且当下就有成效 这种切实的工具使我有了信心 确信自己真能成为不动智者 那是每一位印度教徒所向往的目标 我欲修习 就欲确信佛陀是最先进的心物科学家 关于痛苦及根除痛苦的真理 他是最佳分析师 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无人能及的科学家 就在于他发现了 可爱是原有感受而升起的 我研究过在佛陀之前与之后 印度精神导师们的教导 他们也同意可爱是痛苦的起因 但他们认为可爱是由于感官对象而升起 他们漏掉了最重要的环节 他们始终没有任何人谈到感受 以及感受与可爱之间的关联 他们始终宣称感官对象是可爱的起因 可爱就是贪爱 贪求 贪爱能获得愉悦或持续愉悦 也贪穷能摆脱掉或抵制不愉悦 因此可爱实际上有贪爱与贤物 贪与称 两种意思 佛陀的发现是 可爱的真正起因在于感受 这个发现是佛陀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他的这个发现给了我们一把钥匙 得以打开自身内的解脱之门 其他人宣称六路愿爱 佛陀发现并说明了受愿爱 它意味着烦恼染污产生在感受的层面 而且是对感受而起的反应 而如果可爱的生起是对感受的反应 那么理所当然的 要直探可爱的根源并根除可爱 就必须要了解感受 体验感受 知道感受如何引起贪与称 并且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利用感受来根除可爱 专注、觉知、时时彻知无常的佛弟子 以智慧了知各种感受 他们的生起、他们的寂灭 以及诸寿灭尽之道 到达诸寿灭尽 体验过感受的整个范畴 并且超越了感受的禅修者 脱离了可爱、完全解脱了 所以佛陀修炼并教导觉知心物、明色、的禅修 物、色法、包括了身体 而感受则是在身体上感觉到的 心、明法、则包括了意识与法 伴随着心而生起的 感受也是一种心所 伴随着心而生起的 当佛陀说 诸法在心中生起时 就由感受伴随而生 这意味着所有伴随着心而来的经验 都包括感受 且与感受不可分离 根据我对佛陀教导的了解 不仅观身念著与观受念著和觉知感受有关 感受也是构成观法念著与观心念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修行者不论是修观身念著或观受念著或观法念著或观心念著都要不断的觉知感受 藉由 了知感受的无常本质 它持续觉知感受 而 体正到生起的现象与灭去的现象 如此 它不让可爱因感受而生起 对于越感受 它不以攀爱 可爱的一面 反应 对不于越感受 也不以称恨 可爱的另一面 反应 修行者 基于对无常的 了知 保持着平等心 我的向内探索之旅显示出 习性 行为模式 是在无明的黑暗中形成的 使人自知或不自知的 不断对身体上的感受产生贪与称的反应 因此 人变成自己习性的奴隶 而且不断在最深的层面对感受起反应 随眠烦恼是审睡的火山 是对感受起盲目反应的潜在习性 佛陀的发现帮助修行者得以脱离盲目的习性 在我所知道或听说过的许多禅修方法中 不论是在印度或世界的其他地方 没有任何一种深入到贪嗔烦恼的根源并根除它们 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这么清晰地说明如何根除贪嗔痴的潜在习性 利用愉悦的感受 以平等心观察愉悦的感受 且 了知它们变化无常之本质 来根除潜在的贪爱习性 利用不愉悦的感受来根除潜在的嗔恨习性 利用忠性的感受来根除潜在的无名习性 我体认到这是佛陀对人类的独特贡献 现在的问题是 何谓感受 佛陀说得很清楚 感受是心的四韵之一 令三韵是想 行 实 在解脱苦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佛陀很重视在身体上感觉到的感受 身体上所感觉到的感受是由新的受孕去体验的 它就是新的受孕 色孕本身无法体验升起的感受 若是为了解脱苦而修行 身体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但这并不代表要忽略新的感觉 喜与忧 身心两者是同时持续的 慈悲的正法使人从一切痛苦中解脱 而让我引用了正法甘露的这个传承 称为雷迪大师的传承 但它其实就是佛陀的传承 这个传承十分重视在身体上感觉到的感受 当我在乌八庆老师座下上第一次课程时 这种 禅修方法的独特深深吸引了我 我在第一次的那关课程中了解到 仅在理智上知道心物现象的无常本质 只能净化心智到某种程度而已 它无法改变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仍是自己习性的奴隶 并且在全然无明中持续的其反应 这个禅修方法让我获益良多 于是我开始在我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佛陀的语录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崇高的教导会在印度失传了 我自小其听说 佛陀在他的教导中结合了印度传统的优点 然后再加上一些妙见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 但我的经验却正好与这种说辞相反 我发现佛陀的教导非常有益 这也趋使我更进一步探讨这些说辞的真实性 阅读佛陀的语录 三藏 是极大的享受 我发现原先的资讯是多么的渺无 佛陀强调的是真理的实际体验 如此稳固垫基于实相的教导 怎么可能会带来妙见 我在这条道路上找不到丝毫妙误 以自身的体验来了解 因而获得并增长知识 这句话一再出现于三藏中 佛陀一再地说 了解你自己 以你自身的体验去了解 对真理如实而实际的体验 确保这条道路上没有幻想 没有见 没有想象 也没有盲目信仰 佛陀的话语也确认了我的体验 要从一切痛苦中解脱 身体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苦时 经典说 比丘们 什么是苦 比丘们 如果有任何身体的痛苦 任何身体的不愉悦 任何因身处而造成的痛苦 或不愉悦的感觉 比丘们 这就叫做苦 在描述优识 经典说 比丘们 什么是优 比丘们 如果有任何心理上的痛苦 任何心理上的不愉悦 任何因益处而造成的痛苦 或不愉悦的感觉 比丘们 这就叫做优 这里再度澄清了 当佛陀在描述苦受时 指的是身体的感受 佛陀在念著经中说 精勤和觉知 容易了解 但我必须探寻实时撤知 无常的意思 我发现它的定义很清楚 就是持续的清楚理解 并且透彻 了知身心架构 特别是感受 的无常本质 感受是在身体上感觉到的 但它是心的一部分 而对感受的观察 意思就是对心物现象的观察 比丘们 比丘们要如何透彻 了知呢 在这里 比丘们 比丘能知道 受在自身生起 知道它们的持续 也知道它们的灭去 它知道寻 心对所缘对象的最初作意 在自身生起 知道它的持续 也知道它的灭去 它知道想 心对所缘对象的认别 在自身生起 知道它们的持续 也知道它们的灭去 禅修者们 禅修者就是这样的彻底 了知 这是对你们的教导 比丘应该要正念且安详的遵行 佛陀在下面的话中 也澄清了感受 指的是身体的感觉 天空中吹过许多不同的风 吹自东方与西方 吹自北方与南方 携带沉沙的与无沉沙的 冷的以及热的 狂烈的与温和的 吹着许多种风 同样的 在这个身体上 感受生起 有愉悦的 不愉悦的与中性的 当比丘勤奋修炼时 每一刻都不忘失失时 彻之无常 于是这样的智者 完全 了知了所有的感受 完全 了知感受之后 他就能在此生根处 所有的烦恼不敬 因为已经圆满 了知感受的整个范畴 安住在法中 这样的人在生命尽头时 达到难以描述的境界 佛陀在此也同样强调 感受是在身体上呈现的 比丘们 假设有一家客栈 来自东方 西方 北方 南方的人们 住在客栈中 住客中有 差地利 陀罗门 费舍和守陀罗 印度的四个种性 比丘们 同样的 我们这身体也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升起 愉悦的感受 不愉悦的感受和中性的感受升起 执着的愉悦感受 执着的不愉悦感受和执着的中性感受升起 同样的 也会升起没有执着的愉悦 不愉悦集中性感受 佛陀在此也同样强调 感受是在身体上呈现的 比丘们 假设有一家客栈 来自东方 西方 北方 南方的人们 住在客栈中 住客中有 差地利 陀罗门 费舍和守陀罗 印度的四个种性 比丘们 同样的 我们这身体也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升起 愉悦的感受 不愉悦的感受和中性的感受升起 执着的愉悦感受 执着的不愉悦感受和执着的中性感受升起 同样的 也会升起没有执着的愉悦 不愉悦集中性感受 我已不需要更多证明了 佛陀说明感受时 他指的是身体上生理上的感觉 佛陀的这些交界 不仅澄清了我所有的疑惑 也使我感到仿佛是佛陀在亲自指导我 要重视身体的感受 我的恩师生前经常定期唱颂三法发去 我发现这很有启发性 研读三法发去揭示了 佛陀清楚明确的指导 身体的感受 身体的乐与身体的苦 是体症涅槃的 亲衣之缘 最亲近依赖的祝缘 身体乐寿是 身体的乐寿 身体的苦寿 正得果味 涅槃 的亲衣之缘 身体苦寿是 身体的乐寿 身体的苦寿 正得果味 涅槃 的亲衣之缘 而且 源于身体的乐寿 内观生起 道生起 至生起 正果 涅槃 生起 我的一些朋友坚持说 感受是心的一部分 所以他与身体的感受无关 见解可以有所不同 但是对我而言 整个三藏就是证据 证明了身体的感受 与心理的感受 同样是感受的一部分 而且在佛陀的教导中 身体的感受更为重要 发曲论更提供了一个 无可争议的证据 说明身体的感受 在解脱道上的关键重要性 我个人深蒙其力 而且我持续于恩施 所教的来指导内观 将重点放在身体的感受上 喜和忧 分别指的是愉悦和不愉悦的心理感受 乐和苦 是指广义的乐与苦 但也特定用以表示身体的愉悦和不愉悦感受 身体的感受有三种 哪三种 愉悦的感受 不愉悦的感受和中性的感受 乐受 苦受 不苦不乐受 佛陀 佛陀总是以上述的方式列举三种感受 他只有在列举五种感受时 才会把喜和忧涵盖在内 这表示在佛陀的教导中 身体感受的主要性超过心理感受 佛陀在谈念著 觉知 的建立 时 用乐和苦来描述感受 但从来不曾在提到时时彻之无常或念著时 用喜或忧 三藏中只有时来处在提到感受时 也同时出现喜 但有数百处提到乐或苦 尤其在论及修习念著时 因此 当佛陀谈到禅修以根除痛苦时 他要我们聚焦在感受 心的一部分 上 而这感受显然指的是稳固根植于身体上的感受 这也是无色界 无色界定 第七 第八 禅纳 的梵田们不能修炼内观的原因 也是为何佛陀不能传法给他的老师的原因 在第五到第八禅纳时 心已脱离了身 因此没有感受的体验 所以 这些放天缺少了色身 不能体验身体感受 因此 觉知 感受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能的 他们也无法踏上解脱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 在休息禅定时 喜和幽在第三禅纳消失 但是乐受与苦受要到第四禅纳才消失 而不苦不乐受在第四禅纳时仍然还有 因此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 身体的感受使我们能比较持续有力地掌握石箱 也同时掌握了可爱的根源 感受是每个人都能清楚 了知的 他们是获得解脱的切实工具 我是用我老师所教的方法 从亲身经验里学到的 对照这种经历 佛陀的话语非常令人泄伏且振奋 这条道路让我发起充满 谨遵施命 我开始在印度及世界各地与人分享这产修方法 当我与学生分享这个解脱的方法 教他们用功于感受并且了解感受的真正本质时 我发现他们也同样受益 佛陀这个清楚 使用又有成效的教导使我深具信心 这方法没有任何想象或盲心的空间 偶尔会有人来和我辩论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身体的感受 我总是谦恭地请他或他来试仪式内观察修方法 去体验并审视他是否符合佛陀的教导 不必怀疑这方法 我邀请你们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 佛陀致出的路 他是最伟大的心物科学家 是这世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的医生 别让我们的哲学信仰变成障碍 让我们利用佛陀的发现 感受是能使我们解脱痛苦的工具 愿众生快乐 安详 解脱 隔音卡 内观察修的感受和正确认知 在很久以前 法国一位哲学家正确地指出 了解道理却不照着做的人 表示没有完全了解这个道理 换句话说 一个人如果对道理完全 了知 他就会根据这个道理而行 所以仅仅知道一些道理 并不足以让人有正确的行为 内观察修教导我们如实观察事物 认知 认知如果缺少了身体力行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真正的认知必须包含身体力行的智慧 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去认识自我 然后是关于宇宙中其他事物的知识 为了认识自己 为了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谐 必须观察自己的内心及身体行为 观察的过程必须是科学的 不掺杂任何记忆中的教条所带来的偏见 任何由思想产生的行为必定有矛盾冲突 因为思想本身是有限的 因此 由思想产生的行为不是正确的行为 唯一的其他工具 就是不带情绪的感受 感受可以当成一种工具 来观察身心的行为以了解自己 感受是由感官和相应的对象接触而升起的 这些接触是自然发生的 我们知道只要身体活着 就有呼吸 心智存在 就有想法 身上呼吸的升起和心中想法的升起 都只能靠感受来了解 因此 感受和身心是不可分割的 而且人可以透过感受来了解自己 感受分为三种 愉悦 乐受 不愉悦 苦受 和忠幸 不苦不乐受 如果我们不了解感受的真实本质 乐受产生贪爱 苦受产生嗔恨 不苦不乐受产生于吃无名 那么这些感受就会分别产生贪嗔吃 这些产物是人受苦的根源 佛陀是一位务实的医生 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在此生根除人的痛苦 他发现了病因 并开了一个药方来根除这个苦的原因 这个药就是内观禅修 如果我们仅仅接受这个理论而不身体力行 就无法治好我们的病 不是仅仅念诵药方 我们必须身体力行这个教导 并检查看看痛苦是否减少 内观是在这辈子结束痛苦的唯一方法 内观帮助我们如实观察事物的真实本质 如果我们能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 实时撤之无常 正知或是行动的智慧就会开始运作 不能实时撤之无常 内观就不完整或不足够 我们因而无法处理感受 因为感受与思想不同 它是不累积的 如同感受和生活无法分割一样 内观和正知也是不可分的 感受也在缘起法则的循环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不能看到感受的真实本质 它就会带来可爱 可爱接着就带来直取 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但当我们了知感受的真实本质 我们观察感受就只是感受 是感觉到的感受 而不是我的感受或你的感受 不是男人的感受或女人的感受 仅仅仅是因为接触而生起的感受 愉悦的感受是苦 因为它出现后终究会消失 不愉悦的感受也是苦 因为它带来痛苦 中性的感受也是苦 因为它造成愚痴 因此感受是苦的 无常的 而且它是因缘所生的 因此也就没有自我或在感受的人 如果用这样的观点了解感受的本质 它就不会变成一个攀练或直取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直找感受 它就会自然的消逝 因为所有自然现象的本质 都是生起而后灭去 一旦这个循环被打破 我们就不会再往受苦的道路前进 换言之 苦的道路关闭了 我们打破轮回而走向觉悟 如果我们不断努力保持这样不累积的认知 行动 便会体验到另一端的终点 它是真理中的真理 安详中的安详 和所有终点的终点 内观是最简单 但也是最困难的禅修方法 内观方法不需特别做什么 只是觉知并保持客观观察的态度 所以很简单 但同时它也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心总是不由自主想做些什么 期待着确定的结果 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来打破这种习性反应 这努力就是内观的过程 人类尝试了很多方法 例如前进瑜伽和业瑜伽等修法来达到内心的祥和 但是人们不仅没有得到祥和 这个世界反而充满了贫穷 妒忌 战争和破坏 这个世纪 易著 二十世纪 的后半期已经见证了 在2500年后重新复兴的内观禅修 内观是现存唯一可以让人探索自身的方法 内观禅修的全然无为 可以让人充满活力 正确的认知感受 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也就是源自于爱与慈悲的行为 这将会导向痛苦的止息 感受在内观的重要意义 感受有很多种 而且随时都能在身体内经验到 概括来说 感受可以分为三种 乐瘦 苦瘦及不苦不乐瘦 感受因处而在身体上升起 并且迟早都会灭去 当身体上经验到令人不适的接触时 会产生讨厌 苦恼 痛苦 悲伤 折磨等不愉快的感受 一般人在面对这种经验时 会变得悲痛 焦躁与凡乱不安 而当痛苦加剧时 就会哀嚎痛哭 沮丧不已 并且感到迷惑 所以一旦经验到不愉快的感受 总是拼命设法摆脱它 并奋力不切地让自己尽快 从中挣脱出来 由于身体上的疼痛折磨 使它变得不悦 焦躁 不安及忧愁苦恼 因此身与心都会陷入悲惨混乱的状况 就像是同时被两只剑刺穿一样 这都是由于直着感受所造成的 因为无明 不明了感受的真实本质 因此无法冷静地面对它们 只是讲解尽所能去排剧造成痛苦的原因 它会如此 正是因为潜在于内心的厌恶习性 称会随眠 以根深地固的缘故 它不料 解此种潜在习性 随眠烦恼 就是烦恼染污 还不断地增长它 延续它 终止自己身陷束缚 而任其摆布 然而 就在人极力想摆脱不愉悦感受的同时 却又渴望着一个没有不愉悦感受的幻境 它沉醉在这样的幻境中 并因此愈陷愈深 产生强烈欲望 愈者一方面为各种不愉悦感受所苦 另一方面对心中生起的种种感官愈乐 愈爱 却又如此爱乐与饥渴 这是多么可怜啊 当他经验到不愉悦感受时 为何会无法保持平稳冷静的心呢 那是因为他已经粘着于感受 并已被他打败了 由于无名的缘故 人并不了解感受的无常本质 也不实质感受的生起 灭去 滋味 过患 以及出离 更因为无名 所以对厌恶的潜在习性毫无觉知 并不断地增长他 像这样愚痴的人 不仅执着于不愉悦的感受 也被其他各种感受所牢牢细腹 世间的生 老 病 死等种种痛苦 也因此都紧紧地缠附着他 当一个乐触在身体上升起时 正如乐兽表面上的特性 这会使愚者感到愉悦 但由于不明了感受的真实本质 他陷入且变得执着于感受 并开始沉醉其中 他并不了解 身体因接触所缘而产生的愉悦感受 只是短暂的 瞬间的 无常的 且迟早都会灭去的 然而 由于无明的缘故 人总是渴求乐寿的延续 而且对这种潜在的贪外习性 贪随眠 这种深知于内心的烦恼染污浑然不知 因为只许他 不断地增长贪爱 并沉溺于贪爱 由于不如时之愉悦感受的升起 灭去 滋味 过患 以及出离 他对其产生执着 并因此将遭受种种的哀痛与忧伤 此外 一般人还会经验到另一种感受 那就是不苦不乐受 并对这种感受感到愉快及满意 这种态度其实正显示出人的无明 因为他不了解 此种经验也是短暂 无常的 而且也还在身心的范畴内 由于无法觉察到内心潜在的无明习性 吃随眠 他不断地增长他 沉溺其中 他是无明于吃的 并因此陷入绝望之中而无法快乐 不论是一般人或受过良好训练 以真于纯净的内观修行者 他们可能在身体上经验到相同的感受 但对此感受的理解与观点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 观察感受的无常 无常随观 灭去 衰灭随观 他不执着于感受 离贪随观 观察感受的灭进 灭随观 因此能从感受中挣脱出来 这样休息 他跟除了所有的随眠烦恼 永远不会再受其染污 在惊艳到不愉悦的感受时 他不会受到干扰 只是把他当成身上的伤口一般 见伤 冷静地观察他 对他保持着无有执着的超然 他始终保持内心的安定平衡 心中不起波澜 而且 即使经验到乐寿 他也丝毫不会乐在其中 他彻底明了无常的本质 故不再对乐寿生气攀爱 因那将导致痛苦 就这样 他得以不再执着于感受 他正确 了之任何感受迟早中将灭去 不会生起贪爱的喜性反应 贪随眠 在经验到内心的安详与宁静等中性的感受时 他不但不会为其所迷惑 甚至还能使自己保持超然 一位善修内观的学员 充分了解内心的宁静与安详 并不是最终的目标 因为这仍旧是无常 而且与其他感受一样 都还在身心的范畴内 因此他不会对其生起攀爱 并能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冷静 他始终正念分明 觉知 时时彻知感受的无常 由于无明的喜性 吃随眠 被摧毁了 他如实 了之感受的生起 灭去 滋味与过患 以及他的处理 经典说 专注 觉知 时时彻知 无常的佛弟子 以智慧 了之各种感受 他们的生起 他们的寂灭 以及诸寿灭尽之道 到达感受灭尽 体验过感受的整个范畴 并且超越感受 的禅修者 脱离了可爱 完全解脱了 这就是修习内观的主要目的 与最终目标 就是真理之道 范形 的圆满 这样一位完全 了之感受的真正本质 且毫不执着感受的善修行者 也为 佛陀所称道 有智慧 且受过良好训练的修行者 他的内心不会被所经验到的愉悦 不愉悦或其他感受所苦 这就是无明凡夫与善巧的智者最大的差别所在 由于智者也精通了真理 完善的修习 且正确的看待 此世间即出世间 因此不再为何一知识扰动内心 也不会被不可一知识所伤害 修行者唯有完全体正道感受的无常本质 并始终以觉知识时彻之感受的无常 才是圆满的内观修行 这就是修习内观的最终目标 也是这个修行方法的关键所在 内观研究所 感受的重要性 巴黎 Vadana这个字 相当于英文中的感觉或感受 是由 Vid这个字根衍生出来的 Vid的意思是取体验 当一个感官对象进入感官根本的范围内 就会在心里产生一个单纯的接触 心对这个对象的体验就是感受 因此 直接经验的关键就是感受 因为透过它 我们才实际地遭遇及经历这个世界 如巴黎经典所述 感觉到对象的是感受 感受的特性是取体验 它的作用是实质这个对象 因此 为了在经验的层面体悟任何对象 就必须在感受上用功 佛陀用了很多不同方式来描述感受 在中部的多寿经里 他提及并分析各种感受 并将感受分类为两种 三种 五 六 十八 直到一百零八种 然而 当它较精确地定义感受时 它说感受有心理和身体两个面向 如果没有心 身体是无法感觉到任何对象的 是心在感觉 但是它所感觉到的 有个不可分开的身体成分 愉悦的感受 乐受 不愉悦的感受 苦受 和中性的感受 不苦不乐受 在佛陀教法的实修上 感受的身体面向特别重要 因为它是体验我们自身的无常 从而开展智慧 最直接具体的方法 无常这个事实 无法仅以理智透过外在世界来体验 必须在自己内在体验 我们必须如实地体验自己 每一个短暂的现象 随时都在变化 在感受层面体验无常的经验 让我们的执着和自我逐渐消融 说明身体感受在体验涅槃的重要性时 佛陀说 天空中吹过许多不同的风 吹自东方与西方 吹自北方与南方 携带沉沙的与无沉沙的 冷的以及热的 狂烈的与温和的 吹着许多种风 同样的 在这个身体上 感受升起 有愉悦的 不愉悦的与中性的 当比丘勤奋修炼时 每一刻都不忘失 失实彻之无常 于是这样的智者 完全 了之 了所有的感受 完全 了之感受之后 他就能在此生根处所有的烦恼不尽 成为阿罗汉或 Vodaku 因为已经圆满 了之感受的整个范畴 安住在法中 这样的人在生命尽头时 达到难以描述的境界 因为已经彻底 了之感受的生命 以及超越感受的状态 佛陀在一次强调身体上的感受时 说道 比丘们 假设有一家客栈 来自东方 西方 北方 南方的人们住在客栈中 住客中有沙地利 陀罗门 费舍和守垂罗 印度的四种性 比丘们 同样的 我们这身体也有各种不同的感受生起 愉悦的感受 不愉悦的感受和中性的感受生起 有执着的愉悦感受 有执着的不愉悦感受和有执着的中性感受生起 同样的 也会生起没有执着的愉悦 不愉悦集中性感受 以上的段落清楚地描述了内观的过程 藉由观察身体的感受 人可以由痛苦中完全解脱出来 首先 他描述了各种感受 愉悦 不愉悦 和中性的 禅修者可以很容易地透过内观 了解并体验到他们 持续地观察身体的感受 可以体验到他们生起灭去的特性 这种客观且不间断的观察就是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根据佛陀的教法 持续修行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那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他透过体验了解到 由于不断与感官对象接触而产生的感受 如何生起又灭去 他知道当人们开始贪恋愉悦的感受 或厌恶不愉悦的感受时 痛苦就产生并且增长 如果没有正知 人们就仍然不了解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层面 这个愚痴的无名 对感受产生不自觉的反应 这种瞬间的好恶 很快地发展成贪爱或称恨 这种习近反应重复加强了无数次之后 才会闯入意识层面 如果只注意意识表层的现象 而忽略了表面下深层的真相 人们就只会在习近反应重复很多次后才发现 他仍有感受的火星燃烧成熊熊大火 才尝试去扑灭 结果造成不善的身体或语言行为 透过正知的练习 可以学习客观地观察身体感受 让每个火星独自烧尽而不会酿成大火 透过观察身体感受 人们开始了解任何生气的感受都是无常的 有了这样的了解 就会开始保持平等心 并防止任何习近反应的发生 持续用这样的方式观察感受 体验无常 便可以不再支取 有了这样的态度 不仅可以防止新的贪爱及称恨习性的升起 还可消除这种习反应的习性 因此逐渐由所有的感受中超越出来 脱离痛苦 称为佛陀所谓的 Vodaku 一个完全不只找感受 且超越感受的全部范畴 达到受灭 感受止息 的人 称为 Vodaku 因为身体的感受可以导致正的涅槃 为了强调感受的重要性 佛陀在《法序论》中说道 身体的愉悦感受 是升起身体愉悦感受 不愉悦感受 以及正德成果 涅槃 的亲衣之源 最强的依赖关系 身体的不愉悦感受 是升起身体愉悦感受 不愉悦感受 以及正德成果 涅槃 的亲衣之源 最强的依赖关系 这显示 为了体证究竟真理的目标 佛陀最强调感受 因此他说 具足觉知的行动 并对内在及外在的感受 保持不执着 且客观的观察 可以达到意识的窒息 实灭 对于同样的身体愉悦或不愉悦感受 无名的人起习性反应而增长自己的业绩 相反的 内观修行者 有正知的智慧 可有就有的喜性中振脱出来 达到完全的解脱 如此 我们的身体 是真理的见证 透过观察感受 我们便从仅是听闻真理 更进一步到亲身直接体验 当我们直接面对实相 我们会被实相转化并从内生起信心 这信心不是盲目信仰 而是亲身体验而来的 内观研究所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在前一篇论述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的文章中 我们已探讨了论藏及注释书如何从自原学的角度定义这个词 本文将探讨佛陀在经文中如何解释正知 以及这个词应如何正确的译成英文 每当有人请求佛陀说明觉知 念 时 他的开示总是不例外的包括正知这个词 比丘们 什么是正念呢 在这里 禅修者具正知和觉知 精勤的安住于就身体观察身体 去除了对于这个世间 心和物质 等贪爱和嗔恨 从这段话可以明白看出 按照佛陀的意思 只要具有正念或念著 就一定伴有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也就是具有般若 会 否则就只是念 只是意念或觉知而已 在经葬礼 佛陀针对正知这个词给了两个解释 在相应步中 他对正知做出如下的定义 比丘们 禅修者怎样才算正知呢 在这里 禅修者知道感受在心中生起 知道感受的持续 知道感受的灭去 他知道想在心中生起 他知道想在心中生起 知道想的持续 知道想的灭去 他知道每一个寻在心中生起 知道寻的持续 知道寻的灭去 比丘们 禅修者就是这样正知 从以上开始可以清楚看出 只有当我们体悟无常的特性 才算是正知 时时彻之无常 而这体悟也是在体验感受的基础上实现的 如果不是透过感受来体悟 那它就只不过是理智的运作 因为我们与世界 外界的基本接触是建立在感受上的 是直接透过感受 而发生体验 上述开示进一步指出 正知在于体验到感受 寻心对于对象的最初作意 和想的无常 在此 我们应注意 首先必须先体悟感受的无常 因为根据 佛陀所说 所有在心中生起的 诸法 皆由感受伴随而生 佛陀对正知的第二个解释是 它必须是持续不断的 它解释如下 比丘们 禅修着如何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那 比丘们 当比丘来回行走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看住前方或侧面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弯下身体或伸展身体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大一时波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在吃 喝 咀嚼或肠胃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在大小便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当他行走 站立 坐 卧 醒觉 说话或沉默时 正知 实时彻之无常 这段经文在其他经典里也被复述 包括在大念注经的观深念注 实时彻之无常 正知 小节理 经文很清楚地强调 正知必须持续不断 我们应该培养实时彻之无常 无论我们正在做什么 向前走或向后走 向前看或向侧看 弯身或伸展身体 穿衣等等 如此持续不断 连坐下 站立 甚至睡觉时也必须体验实时彻之无常 这就是正知 正确了解佛陀的教导 就可以明白 如果只是持续不断地撤之走路 吃东西 以及身体其他活动的过程 那它只不过是觉知而已 但如果实时撤之的内容 也包括禅修者做这些活动时 感受生起和灭去的特性 那么这就是般若 会 这就是佛陀要人们修习的 增知不理 佛陀有一段话 更具体地描述了这一点 这些话一定会让人想起 大念注经里面 实时彻之无常 正知 那一小节 行有节 节制 力有节 坐有节 卧有节 禅修者弯腰有节 伸腰有节 向前 横跃 向后的动作也一样 只要他还在世间 所有活动都应如此 观察 五蕴的生起灭去 由此可见 重点是放在 以身体感受为基础 持续不断地觉知无常 佛陀经常强调 禅修者不可望失失时撤之无常 连以刹那也不可以 对于遵照他的教导 正确修习内观而实时撤之无常的禅修者 佛陀 佛陀节语以下的保证 禅修者将可体证最高阶位 阿罗汉 或 赐意阶位 阿那汗 为使禅修者了解 正知这个词的意思 我们把它意为实时撤之无常 我们认为这样翻译教能充分传达 佛陀使用这个词的确切意涵 如果正知这个词的翻译太过于简略 可能会漏视它的意义 通常它被译为清楚 了知 纯然 了知等等 乍看之下 这些翻译似乎正确无误 但是有些人据此 以为只要清楚 了知身体活动即可 诸如此类的翻译 有可能会舞蹈某些禅修者偏离正法之道 为了尽量减少禅修者的困惑 我们选择采用 实时撤之无常 这个比较冗长的翻译 内观研究所 念著实修中的感受 四念著的实修 也就是建立觉知 在经典中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佛陀非常赞赏这个方法 在大念著经中 佛陀以唯一之道称呼他 这说明了他的重要性 这是众生克服忧伤 减除痛苦 走上正道 体验涅槃 解脱 的唯一方法 在经文中 佛陀提出一个实用的方法来开展自我 了之 也就是持续的观察身体 也就是持续的观察身体 身随观 观身念著 持续的观察感受 受随观 观受念著 持续的观察心 心随观 观心念著 以及持续观察心的内涵 法随观 观法念著 为了探索我们自身的真相 我们必须从身与心良者来解释我们是什么 我们必须学会 直接在我们自身中观察 因此 我们必须谨记以下三点 1. 身体的实相有可能是借由名资而想象出来的 但为了直接体验它 我们必须就身体中生起的感受 身体的各种感觉 来用功 2. 相同的 对心的实际体验世界有观察心的内涵 所以 正如身体和感受是无法分开体验的 心和其内涵也不能分开观察 3. 心与物是如此紧密的相互关联 而心的内涵通常已感受在身体上呈现 因此 佛陀说 所有在心中生起的 诸法 皆由感受伴随而生 所以 观察感受提供了 简是我们自身整体 物质面以及心理面 那方法 而且是唯一方法 我们的本质 有四个面向 身体和身体的感受 心和心的内涵 这提供了在念著实修上建立觉知的四个途径 为了让观察能够完整 每个面向都必须体验到 正如同我们借有感受能体验到的一样 这样的真相探索 会去除我们对自身的迷惑 同样的 为了从外在世界的迷惑中走出来 我们必须探索 自己的身心现象与外在世界接触的真相 外在世界只和我们的六个根门相接触 掩耳鼻舌生意 由于所有的根门都在身体上 每一个与外在世界的接触 都发生在身体层面 根据自然法则 每一个接触都必定会有感受生起 六根门中的任一个 只要一有接触 身体就会生起感受 因此 正如了解自己内在身心的交互作用 就一定要了解感受一样 要了解外在世界与个人的交互作用 也一定要了解感受 如果企图利用明思或理智思考来探索真相 我们便很容易忽略感受的重要性 然而 佛陀教法的关键就在于 要了解真相就必须透过直接体验 而不只是在知识层面了解 因此 感受的定义如下 感觉到对象的是感受 它的特性是体验 它的作用是实质对象 然而 只是感觉到内在的感受 并不足以去除我们的迷惑 而是必须要了解一切现象都有的三种特性 三共相 我们必须在自身内在直接体验无常 苦与无我 在这三者之中 佛陀总是特别强调无常 因为在深入体验无常之后 所以 对于无常的体验 升起和灭去 在念著的实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念著经从观察身体开始 解释了几个不同的下手处 如观察呼吸 注意身体的动作等等 从这些地方开始 我们可以逐渐地培养受随观 心随观 以及法随观 然而 无论从哪里开始 每个人的旅程都必须经过某些阶段 才能到达最后的终点 这些在观身念著 观受念著 观心念著 与观法念著的经文段落中 都有重要的句子反复描述它们 1.持续地观察升起的现象 2.持续地观察灭去的现象 3.持续地观察升起和灭去的现象 这几句揭示了念著实修的精髓 除非实修过这三种阶段的无常 不然智慧不会开展 因此 要实修四念著的任何一个 我们都必须实实撤之无常 在八粒语中称为正知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对现象的升起和灭去 无常觉 禅修 不起其性反应的客观观察 生灭法 无常 的实修 不能只是明思 或思考 或想象 甚至信仰 它必须以直接体验来进行 在此 观察感受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为借由感受 内观者能够很清楚具体的体正升起和灭去 正知 实实实撤之无常 实际上是料解感受的升起与灭去 从而料解我们的四个面向 因此 实实撤之无常与精勤 觉知知是四念注的必要特点 且重复在四念注的每一个都出现 就如 佛险 佛险 佛险所说明的 实实撤之无常事观察感受的升起与灭去 因此 感受在念注实修中扮演的角色不该被忽视 否则念注的实修便无法完成 佛险说 禅修者 身体感受有三种 哪三种呢 乐寿 苦寿与不苦不乐寿 禅修者 为了完全 了知过这三种感受 应该实修四念注 只有当我们直接体验无常 才算完成念注实修 身体感受提供了身心的连结 让整个身心清楚具体的呈现为无常现象 而趋向解脱 内观研究所 缘起中的感受 缘起 或缘起法则是佛陀教法的基础 佛陀强调他的重要性如下 缘起解释了轮回 生死流转的过程 在一串互相关联的因果链中 循环不息 缘起也揭示了打破这条因果链 终止生死流转的方法 佛陀说 一个与可爱为棒的人 无始以来便在生死洪流中浮沈 他不断地投生 体验种种痛苦 一再死亡 结束不了轮回 这就是轮回 如 佛陀所阐述的 苦的世间 他进一步说 正确地理解这个过程的祸害 彻底 了知他因可爱而生起 从可爱和直取中解脱出来 比丘应正念分明地过着离职的生活 佛陀说 这种方式会有大利益 欢喜悦爱是禅戏世间的力量 循私转动的过程 是其不断变化的基础 将可爱完全根除 达到的境界即是涅槃 佛陀的这些法语 描述了轮回的性质 以及古的状态 以及涅槃的本质 以及究竟解脱的境界 然而 无所知取要如何培育 贪爱又如何根除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 西达多乔达摩 所发现的法的实用面 这使他成为佛陀 继而向世间揭示此元其法 根据此法 有轮 由十二环节形成 他们是 一 无明 二 行 有意志的行为 三 十 四 明色 心和物质 五 六处 六根门 六 处 七 瘦 八 爱 可爱 九 曲 直曲 十 有 形成 十一 生 十二 老死 元无明 所以行生 元行 所以失生 元时 所以名色生 元名色 所以六处生 元六处 所以处生 元处 所以受生 元寿 所以爱生 元爱 所以取生 如此 苦的恶性循环 持续转动 换言之 每个环节 皆因前一环而起 只要这十二环的因果链 持续运作 有轮 就会不停转动 带来的只有痛苦 这个因果的运作过程 称为缘起的流转 流转的每个环节 皆导致苦 是无明造成的结果 无明是每一个环节的基础 因此 流转的过程 阐明了四圣地的前两圣地 苦地和极地苦的起源和增长 我们要致力的就是 从苦的有轮中解脱 佛陀解释了要如何解脱 只要打破此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有轮就会终结 苦就止息 这叫做缘起的怀灭 阐明了第三和第四圣地 灭地 苦的止息 和道地 灭苦之道 那要如何达成呢 要从哪一个环节将因果链打破呢 透过深入内观 佛陀发现感受是关键的一环 在缘起的流转中 佛陀说缘寿 所以爱生 感受是可爱的因 从而生起苦 为了要去除苦或可爱的因 就不能让感受与可爱相连 也就是说 必须在这个关头练习内观 好让无明转变成明或智慧 禅修者必须观察感受 体验和 了知感受生起和灭去的实相 那是无常 透过内观禅修 以适当的方式体验感受 藉由对感受发展出无常的智慧 无常觉 或 无常智 便能从恒常想 的幻想中解脱 这是以平等心 观察感受的生起 与灭去来修炼 有了无常的智慧 心的喜性改变了 经由无常的智慧 原本有感受产生可爱的模式 转变成有感受产生智慧 当智慧越来越强而有力 很自然的 想 以及 可爱 会越来越弱 以无名为基础的痛苦增长过程 于是转变成以智慧为基础的痛苦窒息过程 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终有一天 感受极可爱将完全窒息 受灭则爱灭 这是超越心和物质的解脱境界 受和想也止息了 经由练习内关键力灭静定 禅修者能体验这种境界数秒钟 数分钟 数小时或数天 依个人能力而定 从灭静定出来后 禅修者回到心与物质的感官世界 会再次体验到感受 但现在 心的喜性已经全盘改变 而持续的练习会引领禅修者到达 称恨和贪爱完全不升起的阶段 因为沉睡于内心深处的烦恼 随眠烦恼 与烦恼染污漏 皆已根除 如此 藉由打破感受的环节 整个过程瓦解了 生死流转之轮完全摧毁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脱的道路上前进 就必须在感受的层次上用功 因为这里是阻结苦的轮回之处 感受是有轮转动的起点 由于无名而导致可爱的产生 造成了痛苦 这是愚痴的人 凡夫 所遵循的道路 因为他们对感受其反应 并产生可爱 而感受也是法轮或说痛苦 止息止轮转动的起点 从这里去向受灭 爱灭 因为了知无常的智慧或般若 导向痛苦的止息 这就是智者所遵循的道路 不对感受其反应 因为他们藉由练习内观 已经发展出无常觉 在佛陀的时代 很多人认为可爱造成痛苦 而要去除痛苦 人必须解决 会引起贪爱的对象 在学会对心的深处进行检查后 佛陀体悟到外在对象 与可爱的惯性反射作用之间 有一个失落的环节 就是感受 每当我们透过五种感官或心 与对象接触时 感受就会升起 源于感受 可爱便升起 如果感受是愉悦的 我们可求延长 如果感受是不愉悦的 我们可求摆脱 在原基里 佛陀阐采释了他的伟大发现 原处 所以受生 原受 所以爱生 因此 可爱和痛苦生起的静音 并非外在事物 而是产生于我们内在的感受 要从可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我们必须从感受的内在 十项下功夫 这样做是处理痛苦的实际方法 借由发展 了之无常的智慧 我们学会切断痛苦的纠缠 并见正法的真实本质 因此 当感受未经适当的观察 它就是我们受到束缚的原因 但借由 了解法 缘起法则 而对感受适当的观察 它也就是解脱的手段 内观研究所 感谢您的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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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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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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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